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常常被问到 老师 我什么时候才会有好运 谈到占星学 或者是说 请问一下老师 我今天的幸运颜色是什么 你们知道我同意的答案是什么吗 彩虹的颜色 红橙黄绿蓝电子 礼拜一到礼拜天你全部都有开运的颜色 但是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在想说 我到底怎么样才会有好运 或是我还可以怎么样开运 我们总是在祈求好运 我想要请大家想一想 你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们手上都有笔记本吧 可以把你们想到写下来 我先分享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情 是我遇上了占星学 而且呢 我十多年遇上他之后 到现在还没有变形 但真正让我为他着迷的是 不是他可以去看见或理解一个人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也不是说我可以透过宇宙的行运 去预测到人类的集体田意识 进而对一些趋势做出预测 而是他让我见证到了 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占星 透过自己的星盘 看见自己的隐藏潜能 相信我 这个会比你们去抓那种隐藏版的 超稀有的宝可梦还要容易 好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 因为只有18分钟嘛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解释 来说明我对占星学的领悟 其实呢 那就是你们在荧幕上看到的 当你被发现 祝福就出现 真的 每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你想要改变世界 而是你能改变自己 这让我想起在英国西明市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木志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个木志明上是这么写着的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但随着我的年纪增长 我发现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所以我决定去改变我的国家 但是当我到了晚年的时候 我发现 凭我一己之力 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国家 所以我决定要改变我的家庭 还有我亲近的人 最后 当我躺在病床上临终的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 如果我一开始可以想着先改变我自己 那么或许我就有机会可以改变我的家人 在他们的鼓励跟支持下 我可能有机会去改变我的国家 然后呢 之后可能也会有可能 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 詹欣学 大家常问我说 詹欣学是迷信吗 Of course not 詹欣学从来就不是宿命论 你的星盘其实不是禁止的命运 它是一个流动的生命模式 刚刚你们看到那一颗是土星 很多人会觉得土星是所有太阳系里面最漂亮的一颗行星 你们知道吗 可是土星代表的意思是限制 它其实代表是你生命当中的考验 磨难 它要是淬炼你去看见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 进而再成长成为一个更好 更完整的自己 我有一个个案 它其实去年出了个案 起先是一个妈妈 他们是一家三口 我发现呢 从妈妈的心盘障上 我发现2019年 他们全家人经历了一个土星的行运 这个土星的功课真的不好做 因为她9岁的女儿得到了血癌 就是我们讲的儿童白血病 好 我自己讲都会头皮发麻 后来呢 妈妈为什么想要来 我觉得小女生很lucky 她经过三年漫长的看癌的时候 她已经复原了 那妈妈透过女儿 她为一个女儿生了这场重病之后 她开始想要认识自己 所以她是因为这个来预约心盘咨询的 后来呢 她回去就跟这个 去年小女生长成11岁 她就跟这个小女生 分享了她咨询的心得 然后这11岁的小女生就跟妈妈说 妈妈 你可不可以帮我预约静音老师的咨询 我也想认识我的心盘 这个小女孩 我还记得是像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午后 这个小女孩由爸爸妈妈带进来 我本来以为是爸爸妈妈要帮她问问题 不是的 是她全程一个多小时 她跟我一对一 你知道吗 你很难相信 这个小女生在问我的事 我为什么要来地球 为什么要让我生这场病 我是为了来地球生病的吗 她爸爸那时候还补充一个句话说 那个小女生曾经跟她们说 如果爸爸妈妈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她活着也没有意义 OK 这是一个11岁的灵魂 你知道吗 我自己从她身上学到一件事情是 你千万不要从年龄去判断一个灵魂的智慧跟成熟程度 你们可能很难相信她那天下午问我的问题 全部都是生命哲学 全部都是我存在的意义 我是谁 我的灵魂女神要往哪里走 这个应该是三十几岁的个案 或是五十六十岁的个案才会问我的 后来她回去之后她就传了 请妈妈传了一个简讯给我说 谢谢我 让她度过了一个非常惬意的午后 惬意是她的形容词 我完全是原知原为地分享 这是一个11岁的成熟的灵魂 后来她父亲也会觉得 想说她的太太跟女儿也都有这样子的收获 她也想来看看 经过她们家三个真的都是在土心病经历这件事情 她就来预约 可她的需求是她想要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潜能 这位先生非常的值得我们给她鼓励 因为夫妻两个决定有了一个女儿 就一个女儿而已 她们想要可以全心全意陪伴女儿的成长 所以要有一个人辞职在家里照顾 你知道吗 是这位先生 她选择了当家庭主妇 我从她心盘上看到一个书写的能量 我鼓励她 我说你是不是有想写书啊 她就说对 她的确很喜欢写作 我平常有在部落壳上写作 我就说好啊 那你就把它写下来 今年五月底她出了一本书 这就是土心的幸运 土心不是要来摧毁你 生命的苦难也不是要来把你打击到 让你什么都不是 它是看见 让你看见你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常说占星学跟天文学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占星学早于天文学 但你要我说占星学是科学吗 她说也不是科学 占星学其实是宇宙的智慧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生命哲学的应用学 那常常我们对于占星学跟天文学会搞混 所以你们看到你们的荧幕上 我是在正前方 天文学是站在太阳系 就是那个转动的 太阳系的角度去观看 银河系之外去观看整个太阳系 但是占星学是站在地球上 我看仰头望天上 看整个太阳系的行星 为什么 因为占星学是要去让你去理解 个人的小宇宙跟宇宙 大宇宙之间的连结 它在讲天地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 占星学怎么样创造出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星盘 在占星学里面其实它会呼应到一件事情 就很多哲学家在讲的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OK 我们常听到这句话 在生理 科学上 对不对 我们的DNA也不会有一个人跟我们一样 是吧 告诉你 占星学的确可以呼应这个角度 因为占星学是四分钟一度 它什么概念呢 用最简单的意思来讲是 我们会用你出生的那个时间 几点几分 跟你出生的地点 经纬度 绘制成一张圆形的图 就是你们星盘上看到的 那个中间就是此时此刻此地 1.08分出生的星盘 它就会长那个样子 好 所以呢 但是这张圆形的星盘里面 其实呢 又划分为12个宫位 这12个宫位 代表你人生的12个面相 一宫代表自己 二宫代表你的财富 资产 资源 老天给你什么天赋 三宫代表你的沟通 思考 表达 四宫代表你的原生家庭 他其实也代表内在的你 你滋养自己的方式 武功呢 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很有趣 恋爱 创造力 投资 赌博 为什么 因为占星学认为 孩子是父母的创作 独立的个体 那为什么恋爱也管武功呢 也是武功管的 因为自古以来 所有的音乐家 艺术家 画家 作家 都在恋爱跟失恋当中最有创造力 OK 所以呢 来 还有哦 六宫呢 代表健康的技能 职场的技能 你的职场技能 七宫呢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婚姻问题 婚姻功 但是七宫其实也代表 合作伙伴的关系 所以呢 三宇认为 恋爱跟婚姻是两种 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OK 所以我常常看到很多人来问感情 说 老师 为什么他结婚以后都不一样了 of course 一个是武功 have fun 一个是七宫要负责任的 OK 要有承诺的 就是那个土星被限制住了 好 所以呢 曾学的概念是 你跟另外一个人 组成人生股份有限公司 你们共同经营你们的人生 这才叫婚姻 合作公位的真谛 八宫呢 其实代表是他人的资源 还有代表你内心的恐惧 还有你可能会经历的失落 它其实是很潜意识的东西 所以八宫的功课 其实也不好做 九宫呢 是代表你智慧的探索 所以延伸出来 旅行 探索嘛 阅读 出版 还有包含你的高等教育 全部都九宫管的 你的信念信仰价值观也是九宫管的 十宫是所有人最爱问的 我的事业 我的成就是什么 被世界看见的地方 十一宫呢 是社群社交人脉 想找贵人去看十一宫 十二宫呢 是精神跟灵性 你想想看 我刚刚露露灯练了一串 你看见了你的十二分之十二了吗 还是你刚刚我这样念完以后 你发现我只有活出十二分之二 十二分之三 其实能活出十二分之七的人 我们都要拍拍手 真的 所以呢 我想说的是 透过占星学我想要告诉你们 永远都不要用同一个视角 或是只用一个视角来看待你自己 你有十二分之十二 十二分之十二才是完整的你 整个太阳系都是你 你不知这种太阳星座 好 再来呢 我另外 刚刚有介绍的主持人 我另外一个身份是企业传记作家 所以呢 这上面都是我写过的书啦 以几本而已 好 然后呢 我其实常常在演讲的场合 被问到一个问题 很多人喜欢问这个问题 请问一下 那些我们所谓的成功的企业家 或是那些有影响力的成就者 他们跟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我想这个问题 其实也就是答案啦 因为我刚刚讲什么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啊 当然不一样啊 但是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些人其实都认识自己 或是他们也走在认识自己的道路上 因为当你认识自己之后 你会发现你可以干嘛 我还可以怎么样 碰到危机的时候 他想的是我可以 但是一般人会想的是可是 我其实听到好多可是先生跟可是小姐 当你开始先说可是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自我设限了 认识自己真的是所有智慧的源头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是亚里斯多德说的 好 所以呢 认识自己之后的那种抉择 决策 对我来说 那才叫是你真正开始去探索 因为认识自己 他们也成为他们可以成为的人 我常常会被问到说 老师我现在已经35岁了 我现在50岁了 我现在60岁了 我还可以有我的人生吗 我的梦想吗 这时候我就想要想一句话说 你们难道不知道现在是超高龄社会吗 平均一命不是80几吗 那如果你现在60岁 那我们就不要说你活到80几好了 如果中间都没有意外 假设活到75 80 你还有将近20年的时间可以规划 一个呱呱落地的新生儿还有20年 他其实可以足够到上大学了 如果你还是觉得说 我还是无法去想像 我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或者是觉得梦想这件事情好可怕 这个是海王星 它在詹音学里面代表着是梦想 想象力 你看科学家在他的海王星里面 发现了钻石鱼 钻石在地球上很珍贵对吧 在海王星里面 其实它是像下雨一样 就跟我们这种kiss的人 对吧 那我想要分享一个个案 这个个案是你们可能无法想象 是一个35岁的空姐 她从小就想当机师 她来预约我的第一次的时候 我后来才知道她预约我是想要决定 她是不是要放弃她的梦想 因为在这个之前 她已经投入了好几年的飞行学习 花了好几百万的学费 可是在她第一次的机师的执照的考试 却不是很顺利 她的家人都劝她说 你就回去当空姐就好了 因为以她的资历 她其实就可以当到资深座商长了 在美国是很OK的 我很庆幸我没有扼杀掉一个人的梦想 我真的很庆幸 我从她的心盘上告诉她 她可以怎么做 给她建议 让她发现她的可能性 就这么一路走来 中间陪她度过很多的自我怀疑 不安 甚至是情绪崩溃 我还记得最深刻的一次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她有一次飞机 她其实跟死神已经擦身而过了 然后紧急迫降之后 她用发着我的声音打给我 她第一通是打给美国民航局 因为要通报 第二通就打给我 我吓死了 我人在台湾 我就说你怎么不是打给你老公 她说打给老公没有用 我现在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还有呢 我其实不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但是呢 会因为她的要求 我的个案都知道 你们的要求我都会做到 她就说老师 你可不可以录一段鼓励 我声音也没有很好听 但她可能对她来讲有力量 她就说你可不可以录一段鼓励我的声音 因为那时候她已经进入了那个航空公司 要有正式机师的考试 她非常的紧张 我就半夜突然爬起来 录了一段声音给她 这就是我陪她度过这样的过程 38岁的她 如愿成为美国航空公司的机师了 现在的她会开767 757 737 A320 以上这些型号都是她教我的 我对飞机一点都不了解 好 所以我从她的故事 其实我也很感谢她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真正在音学的真理 就是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 那么你也将错过你生命中闪耀的群星 真的 在音学其实就是要你发挥你独特的意义 跟你存在的目的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三个 那三个那个就是那一家人的个案 其实呢很多人会发现 她怎么好像容易钻牛角尖 一直找不到问题 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 我从咨询的当中发现 其实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是因为你问错问题的 三星学是把宇宙当成一把钥匙 打开认识自己的大门 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觉得 嗯 对于生命很茫然 或是嗯 我觉得我的梦想 我不知道我可以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去看见你的星盘 去认识你自己 三星学呢 是宇宙的AI 现在很流行AI 它的确也是宇宙的AI 因为呢 它其实是在讲宇宙的智慧 这张图你们可以拍照 因为我把每一个行星 会对应一种心理的需求 对应心理的需求 所以呢 你如果你可以回去把它拍照 然后去跟你的行星去做对话 总有心心 会听你把故事说完的 最后我想要分享一个故 这一颗呢 是冥王星 冥王星在占选 你也没有代表死亡 可是它其实也代表重生 你看它那个白色 那个浅色的区块 叫汤伯区 它是因为那个听闻学家 汤伯发现冥王星而命名的 像不像一个爱心 像不像 好 我曾经有个个案 事实上它在预约我的前几天 它想着是如何加工自杀 才不会给家人留下麻烦 我曾经在就读陈黛玉学院老年所的时候 在老年病房实习过 然后也曾经因为想要研究死亡学 所以呢我去体验了那个 它真的躺进棺材的生前告别跟生前体验 死亡可不可怕 我不晓得我也没办法回答你们 但是我知道如果死神不抱你 那一定是生命太爱你了 相信听到这边有很多人会想要问一下 那现在那个个案呢 放心它现在很好 因为它从心盘上 发现自己有其他的可能性 当它被发现 祝福就出现 所以呢 现在最后的一分钟 我想要邀请你们闭上眼睛 因为刚刚那首歌实在太美了 我们刚刚不是有看海王星的钻石语吗 闭上眼睛想一想 可以开始了 我们三位音乐家 四位 他们是很棒的 明日之星 闭上眼睛 听听这首 想一想 你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或许你也可以想一想 你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当你张开眼睛 当你张开眼睛 你可以写上你自己的答案 在你的笔记本上 我希望 那里面有个答案是 我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认识了自己 我是林晶怡 我是一个在音学家 也是一个生命叙事的传承者 祝福大家都能体会 你的生命有多爱你 谢谢